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醋 一个又酷又酥又可爱的 得儿 今天的你,有没有喜欢我 对点点哪 有的吧 又酷又粗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就前阵子真的很多人都在讨论上阳复制部剧 然后对于这个张子怡在剧中扮演少女诀呢 也是各种争议不断 然后随之而来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 到底什么才是少女感 我一看 少女感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深入研究的领域吗 那我这个人啊 就是对于这种研究 我都是拿我自己做实验 拿自己下手的 我就想看看 像我这样的人 可以装弹到什么时候 大家可以把期待打在公屏上 不过我今天并不打算给大家深入探讨少女感这个话题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以后慢慢聊 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 然后疫情也没有彻底结束 所以大家到时候肯定不能到处乱跑的 然后我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 在家里刷剧刷电影 如果善良副理的王轩没有让你感受到十足的少女感 那今天我就要给各位带来一个少女七七十足的片单大合集 这以下的内容真的都是我多年收藏的片单 不论男女老少 总有一部适合你 那我也透露一下我制作这些视频的目的 就人家 人家就是想穿进你的收藏夹里吗 嗯? 一一十部最值得看的少女电影 洛丽塔 这部电影的经典程度就不用多说了 主角洛丽塔的名字呢 也早已成为了甜美少女的代名词 阿丽塔 战斗天使 阿丽塔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又酷又可爱的少女形象 作为一个被改造的机器人 从她的外表就能看出未来感和战斗属性 电影里看成好莱坞 顶级时代的特效也是一大看点 时常会让人分不清 连阿丽塔到底是贱魔还是真人形象 剧情也足够热血 小妇人 这是一部由美国经典民主改编的 关于四个姐妹的故事 她描述了少女们的成长婚姻和梦想 即使放在今天呢 也依然会带给我们感动和期盼 海街日记 同样是四姐妹 但这一部日本电影呢 却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影片描述了同父异母的四姐妹 相依为命又相互治愈共同成长的故事 日本顶级美女的演员阵容 绝对不要错过 罗马假日 澳大利克本经典荧幕形象 讲述了一个在家面前偷偷跑出来度假的 少女公主的一天 假期最终还是结束了 但是贺本的身影却一直留在了我们的回忆里 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部电影我已经不记得我看了多少次了 总的就是很喜欢 就经典的短发少女和她那倔强的眼神 早已刻在了我的心里 蒂凡妮的早餐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 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的农家少女 最终在平凡的生活中 发现爱情和美好的事情 身穿小黑裙的贺本 在蒂凡妮的厨厂外长里看的样子 也成为了她十分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 乱世佳人 这不仅是一部少女斯嘉丽的爱情史 也是一部战争时代美国丽人的奋斗史 这部影片在20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电影中排名第四 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丁的经典之作 你可以看到轻轻的色调 浓郁的英文风情和优雅的少女 不论是因为名著 剧情还是画面 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天使爱美丽 法国经典文艺片 通过少女爱美丽的视角 去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桩桩温暖又美妙的事情 电影画面和台词 不知道被多少人用个头像和朋友圈配图 这里面不仅仅是爱情 还有家庭和友情 画面也十分复古 音乐也超级好听 二 推荐五部适合男生观看的少女电影 美国往事 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黑帮电影里 不仅有犯罪 还有一个人全部的人生 当然这部电影里 还成功塑造一个非常经典的少女形象 也就是它的出现 才会让主角一眼心动 并且有了半辈子的纠葛 我的野蛮女友 就在我看来 其实这是一部微搞笑片 小的时候看会哈哈大笑 但长大了看就会流眼泪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周英池拍的 大话西游之大圣取青 里面的紫霞仙子 也是让很多人一难平吧 美少女特工队 身材颜值顶配的一群辣妹 再加上动作冒险题材的电影 所以我实在找不到 不推荐给各位男孩子们的理由 不难说的秘密 哇这部别去看就抓你去看 但我就想问一下 屏幕前的男孩子们 就你们的心里 是不是 都有一个陆小雨啊 海扁王 作为反派角色的我 真的太太太喜欢这种凶猛的罗莉了 这部女主真的又可爱又灵气 而且这部电影有一二两部哦 都非常好看 男孩子们快点去看吧 五部适合女生观看的少女电影 成为简奥斯丁 这是一部传记式的描绘简奥斯丁一生的电影 里面有那个时代独立女性的成长 有安妮海瑟威的亲临出演 还有一帧帧美如画的场景 阳光姐妹桃 这是一部韩国电影 然后讲述的是一群中年女人 在回带她们儿时友谊的故事 影片的风格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反正我自己一边看一边心里 在想念着我的那些老闺蜜们 牛仔裤的夏天 就这部影片 以及我后面要分享给女孩子们的影片 都是关乎于友情 就非常适合拉拉机的好朋友一起观看 七月雨安生 这部电影我也反复看过很多次 因为拍的的确很好 而且周冬宇在这里的演技也特别棒 我们女孩子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很微妙 互相爱护 却也互相嫉妒 娜娜 就这部漫改的真片真的是拍到我心里面去了 就我真的被中脑美加迷的不要不要的 而且她的歌也特别特别的好听 然后我小时候看这部片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自己是奶奶 但是长大的呢 我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娜娜 因为我现在也拥有了自己 想要保护的女孩子 五部是和情侣一起观看的 少女电影 烹然心动 在这部影片真的是我心目中 青梅竹马该有的样子 情书 这部电影呢被称为暗恋的极致 就是关于暗恋 你所能想象到的那些细腻的心思 全都在这部电影里 恋恋笔记本 这是一个讲述一对初恋情侣 你经历种种破定重源的一个爱情故事 还是很甜的 然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如果爱情不能够圆满 那只能证明爱的不够 天使之恋 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部纯爱片 讲的是罗莉她大树之间的故事 然后左左目西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真的有被她的美貌给惊艳到 然后这部影片 其实她的剧情是有点点狗写的 但是完全不妨碍她很好看 女孩子那超级适合 躲在男朋友的B1里和她一起看完 天才少女 顾名思义 标题就是内容 然后这部影片里面的女孩子 真的太可爱了 男主可是美国队长扮演的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